西安市民忠先生30號告訴新唐人 西安的掃碼系統、核酸檢測系統和網絡系統都癱瘓了 12月28號 西安官方稱會為封閉管理小區提供充足物資 但西安長峰園小區有居民表示 沒有收到蔬菜也買不到菜 沒收到菜 我們這邊是放的最早的 所以說現在都十幾天了 也一直等說那個啥嘛 最後說是叫從那個網上買菜來 但是網上都已經有的 有時候買的時候就下架了 沒有了 現在就是收菜這一塊 就是吃飯用的這些東西等說比較困難 菜貴不說 等說現在這關鍵就買不到 現在都關門了 昨天就剩了一個土豆 中先生說 很多物資都匱乏 一些幼兒沒有奶粉吃了 小區裡邊成立了好多微星球 這個那個大米球啦 大肉球啦 那個水果球啦 買菜球啦 都在球裡邊下山 原來又貴多了 有時候人家買個啥東西都不方便 啥都買不到 下到球裡邊 有一個小孩固定要吃雞蛋的 大人買不到雞蛋 然後在球裡邊上 年紀兇住 網上相關信息也很多 如燕塔區 據說沒吃的鬧跳樓 28日有人喊樓 誰屋有吃的呢 把我快餓死了 西安教學輔導一個小時三個土豆 西安400塊一箱菜 你不買 有的是人買等等 受到封控措施的影響 越來越多民眾顧不上吃的 有網民說 中共的抗疫模式簡直是慘無人道 還有臉讓世界各國抄作業 新唐人記者 陳傑 李珊珊 李佩玲採訪報導